大家好,我是张博士,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在一个房子做inspection 因为朋友买了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现在是有三个offer进来 最后的选动朋友这个 33万是一个32位的房子 大概1500 square footage 正好今天inspector在做inspection 我们就到这个房子 也跟大家借机会聊一聊最近的市场情况 然后我们的一些认为的市场变化 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一个32位的这样一个户层 1500左右的score footage 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是这个房子的整个的 Living room, dining room, kitchen这样一个condo的区域 然后总体就是一个很cozy 很合适的这样一个starter home的这样一个房子了 朋友们这房子大概价格 33万也就说了 租金的话大概就是2000到2100美元左右 往这边走呢 这是他的一个master很大的 是一个king size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床 然后大的nextent 然后呢再进来是他的这个bedroom 这bedroom呢也是du vanity 然后有一个shower的这样一个area 里面是他的这个clodet 然后另外两个房间呢是在屋子一进门 往右边走呢是他的这个洗衣服的地方 然后再加两个车库 然后一进门的话呢是两个房间share这么一个bus 每个房间的大小呢就是中规中矩吧 不是说特别大 但是呢放一个小孩的床啊 一个queen size啊 foo size的床也够了 然后这个厕所也是厕所的空间还挺大的 很像是另外一个房间也挺大 他这是搁了一个queen size应该是空间还可以吧 不不差了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房子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地方来给大家聊一聊 现在好不认为市场是什么样子 其实呢现在市场是这样子 也不是说买卖房子的人没有 其实还是有的还是有需求的 我们说上二月份就是很累了 我们二月份大概有三个房子要close 这个房子呢是大概在三月初close 二月份有三个房子close 同时呢最近有帮朋友在整备一个短租房 短租房刚准备好 今天找完线 然后等照片来了以后搬上市 这个整个的市场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想卖一个市场价格的房子 由于这个利率太高嘛 就导致了整个的买家压力挺大 原因就是如果你要同样的房子 类比三年前的话和现在 同样一个房价的房子 因为利率从三变到了六变到七 他整个还款的这个贷款的这个 还款的这个数 我就可能要增长一倍 所以呢就对所有这种买房的人 他压力挺大的 但是呢还是有这样的需求 这个房子呢也是我们朋友 就是也关注市场 还是想买房 在这个房子呢 33万 它是降了5000块钱 这房子以前 就是在我们朋友出价之前 它是pending过 但是呢最后fail掉了 原因就是这个买家有一个lease到8月份 他不能break the lease 最后都没办法在inspiration period就back out了 然后现在这个房子有三个offer 33万 这个房子以前无square footage 33万的话 其实在这个市场算是相对价格 稍微低一点的价格 所以他就有这种multiable offer了 我们朋友33万就买下来了 然后这房子他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比如说后面加了一个screen 然后加了fans 都是挺要钱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房子呢 朋友是41万8 41万8那个房子也是 割刀市场上三天就pending了 也是那个房子如果市场价格来说呢 大概是43万到44万之烟 朋友想快出手 那割刀市场上以后呢 马上就还是有buyer 他就买了 所以说呢市场是这样 就是说最后呢 还是归根结底要看数字啦 所谓看数字就是说 你一定要计算好你的数字 这一点呢就是现在 有很多朋友在计算的时候会出问题 什么问题呢 去年前年由于这个认为房价 房租会涨得比较厉害 房价有可能会涨 所以呢当他做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呢 他在计算数字的上面 尤其是在贷款这方面上面呢 他认为房租会有上涨 所以他不太care贷款的数字是什么样子 就导致了现在很多的由于贷款这个利率上来 导致了他们他们在这个还款压力上面就会比较大 原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这个房子 你估价出租的价格是2300 然后第二年你可能变2400 你觉得在第一年来上升呢 Break Even就可以了 第二年你可以有一个租金上的增长 但实际情况呢租金没有涨上来 因为还是说经济不好了 这就是又牵扯到这个经济数据了 你现在说GDP有多高 失约率有多低 但实际情况在整个的 local环境下不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 通货朋友导致的钱不值钱了 各个家庭的压力都比较大 我们也经历过很多 就是说有人交不起房租了 需要走eviction程序这种东西 是有的也会也出现了 这对于我们来说呢 以前都从来没有想象过 但是它的确出现了 这就是经济不好的 非常明显的一个征兆 像这种很多朋友就是说 在那个情况下 他认为租金会继续上涨 所以他贷款压力大一些 无所谓 他认为未来的一年两年能消化掉 但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问题 不太好的这个想法 大家在做买房投资的时候 在你的租金上 一定要有一个conservative的这样一个数字 我们一般认为 就你这个市场价格租金 比如说是一个值 那你实际你在计算者number 你最好打一个百分之二十的车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车 在这样计算你的这个现金流 和你怎么付你的首付 这是你要决定的 第二点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一两年那个保险呀 这个profit tax啊 这些东西涨得很厉害 很多人也没有考虑到 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你买房做投资的时候 要考虑最好end up 还是在这个number上 所以呢 所有朋友当你们的投资 不管是长租房啊 还是短租房 这个number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在计算number的时候 更加conservative一点 宁可多放点首付在里面 也不要就是过多的leverage自己 让自己underwater 因为当你这个房子租出去以后 你每个月你要往里面添钱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了 我们认为就是你最好最好 你有一个margin 至少至少有一个200块钱margin 在这个里面 这样会对你有比较好处 好了 今天就接这个机会 我们也聊聊这个市场 可能后边还会带大家看一个 看两个房子 我还有一两个房子 要lease 到时候再带大家看一下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 如果有朋友 对中复利达这个短租房 长租房 投资感兴趣啊 想了解这边的市场 请联系我们 我们联系的方就在这个 description下面 同时呢 如果朋友有这个短租房 长租房需要 需要有人进行管理 或者你以前管理公司 不太靠谱 那也希望你们能联系我们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